花蓮站快到了 花蓮站在北高啊 花蓮站在北高里 The terminal station for this train is 花蓮 station 大家在这里 花蓮站 大家在这里 花蓮站 大家在这里 花蓮站 幸福耶 花蓮市 大美目 花蓮站在北高 巴蓮站在北高 大美目 大美目 Zither Harp 花莲市陆海空交通便捷 花莲国际港口 花莲火车站 周边有花莲机场 苏花公路 花东公路 台湾公路 中恒公路等均以本市为起点 往北有泰鲁阁国家公园 清水断崖明文侠尔美景 往南有秀孤兰西泛洲 往海上可赏金 独木舟 往山边可登顶 可设西 花莲市除了以食材相关产业文明 近年来已成为国际观光旅游重镇 花莲市面积29.41平方公里 人口总数十万人左右 区分为六个联合礼办公室 行政区域分别以国 与主 自投为主 划分成四十四个礼 花莲市原住民人口最多的集群 每年八月 各部落皆有盛大的光年纪活动 小吉兰亚族 小吉兰亚族 市居于花莲吉兰平原 2007年1月17日正名成功 成为第十三个台湾远住民节 2006年起火神祭在线 传统一号永续发展 台影 风村 旧年十六古中 清代咸丰元年 1851年 汉人进驻 人平王庙 陆新宫 为花莲县内最早新建的庙 是六古 花莲市历史的起点 大臣岛名 大臣美食猪肉饭 在台湾落地生根 大臣社区软壁真君庙 全台湾唯一主寺真君的庙宇 客家 客家百年屯肯勤 花莲市运动体育成果卓越 市内各项球类场馆林立 田径运动新盛 慢跑 登山 以及运动人口 居全县各乡镇之冠 极限运动日渐蓬勃 青少年人才辈出 左仓步道 萨固尔步道 青山绿水 飞泉流铺 登高望远 心旷神怡 每轮山步道 鸟语花香 同游山海 仿若仙境 孩子 我们的宝贝 花莲市公所不定期举办各式课程 让学童接触不同的传统记忆与文化 春天野餐去 全民哈建走 假日大手牵小手 迎向阳光 走出健康生活 我们的生活 在山海之间 我们的幸福 在平凡之间 花莲市是一座友善宜居 健康活力的城市 我们拥有清新干净的空气 还有宽阔的太平洋 与壮丽的中央山脉 近几年来 花莲市增加了许多 亲子友善空间 信封亲子公园 花岗山细沙池 长崎路公园 现在都是我们所有家庭 假日的好去处 花莲市公所团队 也继续完善我们的基础设施 包含花莲市的各项公共建设 包含马路 人行道 还有我们的路面改善工程 排水 抽水的设备保养维护工作 还有环境 清洁 消毒工作 都是我们让这座城市 更加舒适 安全的日常工作 活络花莲市商机 施工所不定期举办各种活动 营造花莲街区的特色氛围 营法乐活 越学到老 统治活泼 欢乐健康 技术结合在地文化 花莲市浩克文化会馆 花莲市原住民文化历史馆 大城故事馆 2018年起全面加入节电行列 全面更换LED平板灯具 安装节电触控系统及感应室灯 各种鼓励措施 夏日节电313万度 花莲市获节能奖杯节电网 保护地球 护我家乡 花莲市10万人口 每天垃圾量高达60吨 市工所加强推破袋垃圾减量 花莲市工所获得 107年度资源回收全国乡镇市优等奖 花莲市地节姐妹市 日本宇纳国丁 日本高千岁丁 韩国卫山广域市 美国亚伯古迹市 美国贝勒夫优市 南非澳松镇 友好城市 美国塞班市 日本圣岗市 拓展国民城市外交成效卓越 日本圣岗山车 缤纷异国风情 地主热情奔放 歌舞采接游行 共创热闹嘉年华在地创生 华林市公所近几年来考察了许多国内外先进的城市 包含了基础建设交通路网 当然还有许多大小朋友喜欢的青池公园 未来也都是我们持续加强的一个重点 目前我们针对左仓公园的一个改善计划 以持续进行当中 相信在未来的几年内 我们会把原本一片荒芜 变成大小朋友喜欢的游乐园 华林市公所在前几年也持续着手规划许多停车空间 希望就是让来自外地的朋友 还有华林市本地的朋友 都能够方便找到适合的停车位 花莲的土会粘人 粘了好多优秀的人才 一间间梦想小店 在花莲市创意经营 他们的真诚 生活丰富感动 在花莲市创意经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